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股市在昨天创下历史最高 其中道琼斯指数创美国建国以来首次达到27,000点以上 收盘在27,088点 股市以外地区的话 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405左右 从昨天1,420的高位下落大约是15美元左右 另外 数字货币比特币价格 从本周三当时最高峰的12,500美元一枚 目前降低至11,200美元 石油价格则再次爬上60美元大关 那么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先来说一下 是美联储暗示降息 使得全球股市是出现了大涨 那为什么美联储有这么大的能力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本周周一和周二 也就是美联储当时还没有在国会听证之前 中国股市当时是出现了2.5%的下跌 包括了澳洲股市也是一样 跌幅大约是1.5%左右 但是自从美联储主席暗示将会在本月月底 可能会降息之后 全球股市是为之振奋 那为什么美联储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到目前为止 美元依然是全世界流通货币 我们知道呢 现在不仅仅是流通货币 就像是黄金的定价权 包括石油的定价权 这些关键的战略物资 都是以美元定价 因此一个国家 我们之前说到一个国家 如果降低利率的话 它的货币会贬值 但是呢 它的股市会上涨 那么美元作为世界性的货币 因此美元降息之后呢 这个世界性的货币的价值会下跌 但是将会影响到不仅仅是美国的股市 同时是几乎全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 都会因为美国降息而得利 那么同样相比澳洲降息的话呢 可能影响力有限 仅仅是澳大利亚或者最多 也就是包括一个新西兰 美联储的这次降息 它是建立在呢 对于全球目前 这个除美国以外地区 有可能继续向下放缓的一个担心 鲍威尔也说到 目前美国的经济 还是保持非常强劲的 不论是就业 通胀 以及之前说到的GDP数字呢 都是符合预期 但是为什么它要暗示降息 主要就是由于它现在担心 全球其他的经济体 比如说在亚洲方面的中国 日本 韩国 等等 经济可能会出现放缓 因此它这一次做的 其实是一个未雨绸缪的行为 那么换句话来说呢 其实美国降息 对于我们生活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来说 都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虽然它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但是美国降息所导致的 推动股市的上涨 能够让我们养老金 首先是增加 第二 如果美元降息之后 也会进一步推动 澳洲经济恢复的一个信心 那么经济恢复 经济的信心如果能够建立 那不论是我们做生意 还是做公司 我们的客户都会潜在的增加 那么这些呢 都是美元降息所能够带来的好处 它直接的好处 就是影响在股市的上涨上 那么今天说一个第二个话题 就是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 我们的节目从2014年到现在 已经持续五年了 很多朋友们也问 这五年中 为什么你一直在持续呢 难道不会累吗 其实呢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有 有一定的这个想法 觉得 2014年我们做这个节目 一直到现在 过去的五年中 麦克你经常 或者说是一直以来 早上都保持着 这么早起床到公司 那那个时候你是可能 在GoMarkets只有一个人 现在GoMarkets已经从一个人发展到 中文部已经有八个人 九个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亲力亲为呢 其实今天趁这个话题 我们也来说一说 这个金融市场以外的事 其实呢 我们每天做节目 有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这个节目 或者说呢 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GoMarkets自己 也让我们的员工 特别是我自己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思维 我们知道呢 这个早上起来累不累 它很累 它得六点半起来 七点半到公司 从七点半到八点十五这段时间 你必须完成过去24小时市场的分析 研究出热门的话题 做出判断 以及写出稿件 所以在这45分钟时间 要完成一个 是一个一系列的大脑的健身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 只要对生活有追求 对健康有追求的朋友们 都喜欢去健身房健身 那么其实我们早上做节目呢 也是为了让我们保持 对于市场的一个敏感度 对于我们思维 能够保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虽然说我们现在知道 GoMarkets已经有了好多员工 那我呢 也是为了培养新鲜血液 让我们同事Jackie 也来尝试着这个早上的节目 但是我们也知道 金融行业 它本身是一个年轻人的行业 因此呢 在五年之后 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初这么年轻 这个时候你说 要和这些90后竞争 怎么办呢 靠的是什么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还是不能丢 所以说 我也是目前依然坚持着 一周至少三天的健身情况 我们说的健身 是指脑力上的健身 因此早上的节目 有的时候呢 不仅仅是为了GoMarkets 增加品牌知名度 为了这个早上的3CW广播 能够增加收益 也是为了收益期间 听众朋友可能增加一些听的内容 但是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保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有用的信息 做出更好的判断 所以说我一直说呢 这个有的时候啊 早上起来是很累 但是 这个人要是不累 你说整天窝在家里 那不就废了吗 成功的基本要素 就是一个自律和一个执行力 我最佩服的呢 就是我每天早上6点半在等车的时候看到 有人起得比我还早 已经完成了锻炼 而且天天如此 我就觉得 像这样能够坚持有自律的人 他一定是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所以我们GoMarkets 过去5年一直以来是在坚持 希望大家也能看到 很多时候我们的成功也并非来自于偶然 是需要每天早上6点半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坚持 所以希望我们的节目 继续给大家带来有用的知识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